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 接受民众夹到欢迎 没想到下一秒却遭到突袭 一名男子手持枪靠近他的头部 枪口直指指向他的脸 现场还听得到扣板机的声音 克里斯蒂娜被突如其来的攻击 吓到闭起眼睛赶紧抱头蹲下 身旁的保镖健壮立刻上前肉身护主 站在他前方的民众也立刻扑向枪手 把他当场制服 现场相当混乱 现年69岁的克里斯蒂娜 最近被爆出涉嫌贪污 大批支持者聚集在他的住家外声援 没想到竟然发生暗杀事件 嫌犯是35岁的巴西人 犯案动机还在调查 阿根廷总统也出面说明 嫌犯枪里有五发子弹 后下板机弹并未开火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丽拼连任 却在造势时遭到不明人士攻击 画面可见车队行驶途中 一名男子筹骑着车的波索纳洛 投资不明物体 竞选团队事后证实 男子筹总统丢的东西是水瓶 更可怕的是这辆黑色轿车 开到一半突然猛烈爆炸 顿时化为一团火球 车上载的是乌克兰前官员莱舍夫 他原本在情报部门工作 却叛逃投奔俄罗斯 因此被乌东民兵组织炸死 记者综合报道 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温温推出的 这个梦梦水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帢阅 帝 Speaker 1.hões